阿弥陀佛 尊敬的作为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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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著 请大家掀开参考资料下册 八百六十八页 八百六十八页 我们接着看 现生十种意 大家有看到吗 我们昨天有跟大家汇报 前面的八个 今天呢 再看第九个 第九个是 常行大悲意 他的信心之行者 以自信者劝人 为自行佛之大悲之深也 我们看到这里 佛门呢 有一个术语 我们常常见到 就是大慈 大悲 这个慈悲从哪里流露出来的 从我们的真诚心 所以这个大悲啊 就是真心 那么大慈大悲的心呢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诚心 真到极出 成到极出 因此 真诚心是体 而这个大慈大悲呢 就是他的相 也是他的作用 所以我们看到一切诸佛菩萨 他们来到世间做什么工作 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大家 离苦得乐 真正能够啊 破灭开悟 不要说以前 就是我们现在好了 我们现在众生 乐不乐 有人说我挺乐的 蛮开心的 他们也看清楚真相 他那个乐啊 我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所谓的乐 只是外面的刺激而已 所谓的乐 是刹那不住 所以真正看穿了 都知道 那个所谓的乐 还是苦 所以讲经教学 是诸佛菩萨 每天的工作 下面是安乐集里面 所讲的 大悲精云 云和名为大悲 这个节路里面呢 有一些省略调了 若能辗转相劝 行念佛者 此等昔明 行大悲人 所以啊 那个真正有大悲心的人 他做什么工作呢 天天劝人家念佛 常常劝人家念佛 有人说 我劝他念佛 他不听了 他不肯念了 没错 这样的人 也不少 但是我们要问一下 为什么我们劝人家念佛 人家不愿意听呢 怎么佛菩萨劝众生 众生就愿意接受呢 是不是我们自己 要好好反思一下 下面话就不讲了 再讲可能就 大家听得有点不高兴 反正呢 我们要学习佛菩萨 提高自己的德行 真的德行高 智慧高 久而久之 就会感化众生 就会感动众生 这是第九个 我们再看第十个 入正定据意 定成佛之位 为之正定据 有云不退位 念佛之行者 以性之一念 入于此位 而未来必成佛也 净土论诸上约 这个是唐人大师所讲的 一行道者 为但以信佛因缘 愿生净土 成佛愿力 便得往生 比清净土 佛力助持 即入大圣 正定之据 这段开示 说得非常好 简单来说 念佛之人 一定要发心 求生西方净土 有真信 切愿的人 他可不可以去 肯定去得了 决定去得了 一到达解脱世界 我们是属于三种 定据里面的哪一种据 正定据 而且是决定成佛 这是我们简单的 跟大家汇报一下 必获献生 十种利益 好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接着看 课著 下册 723页 723页 第十二行 以上明一念 就是这个注解上面 所讲的一念 以下明净信 把它合起来 就是一念净信 莲持大师 在弥陀经书抄里面 进一步给我们说明 信即心静 成为师论云 信者位于时得能 身忍要欲 心静为信 何言心静 以心圣故 如水清诸 能清浊水 又诸染法 各自有相 唯有不信 自相浑浊 富能浑浊于心 心锁 如极会物 自会会他 信正翻笔 故静为相 今修 今修净土 主乎心静 信为极物 名义 圣以 这段开示 给我们解释 这个一念净信 世尊 世尊在教学 49年当中 真的是把这个一念净心 看得特别重 太重要了 为什么 这是我们学习佛法 能不能够成功的 关键之所在 所以我们说这个一念 什么是一念呢 一念就是真心 真心里面才有信 真心的信 就能够化解 所有的冤业 这个我们常常说嘛 有业障 有习气 用什么方法能够化呢 真心 并且 他还能够呢 成就无量功德 能够解决我们 所有的问题 不要说佛法 注重一念净信 你看 儒家 道家 也都重视 一念净信 所以我们要培养自己 这个仁慈之心 清净之心 在这个时代 你看众生多糊涂 多可怜 互相的伤害 互相对立 互相折磨 互相欺压 搞错了 本来我们跟其他众生 是什么关系啊 大家知不知道 众生不晓得 如果佛不讲出来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佛告诉我们 我们跟其他众生 是什么缘分呢 一提 我就是他 他就是我 所以呢 我们看到佛不善 很乐于帮助我们 成就我们 为什么 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他自己 所以他是无条件的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 成为是论里面说到 信者 谓与 实 德 能 这个实德能 在大乘记里面 也是多处出现 实 就是 真实 大乘记里面常说的 诸法实相 那么这个德呢 就是道德 能呢 就是能量 德在哪里呢 德在实里面 能在哪里面呢 能在实里面 说实德能 哪一个字是中心呢 德是中心 说 任何一个 其实也包括 其他的两个 所以啊 一就是三 三呢 就是一 实啊 就是真实智慧 这个真实智慧 本记里面 有讲到 还有呢 真实之记 也是实 这个真实之力 可以讲 是实的能 那真实智慧 也是实的能 所以我们看这部经 文字不多 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个字 讲到实的能 这部经上 全都具足 我们对于这 实的能 要能够真正做到 身人 要约 你看这个程度 身 什么叫身呢 我们讲身到极处 经上常讲嘛 策罚底缘 而且呢 还能够接受它 要能够奉献 这个忍呢 是承认 接受的意思 这个要 这个乐不读乐 读要 什么意思呢 就是孔老夫子 常常说的 我们看论语里面 就讲到 学而实习之 不亦悦 人家学习圣贤经典 能够得到法习 我们学习圣贤经典 有没有得到法习 多不多 能不能够跟孔老夫子相比 能不能够跟 佛菩萨相比呢 那为什么我们就比不上 佛菩萨呢 都在学习 怎么人家的成就那么大 他就能够契入 实得能 我们怎么就不如呢 问题出在哪 实在于人家已经把 这个 明文力养 真正放下 我们虽然还在学 可是这些东西呢 还是染污我们 障碍我们 所以学习佛法呢 没有别的 就是要回归自信 回归我们本来的 这个样子 因此常常读这个经典 非常好 帮助我们把真相看清楚 真正看清楚了 那个放下就很容易了 心静为信 这个信呢 就是自信 我们这个自信呢 本来就是清静的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 自信呢 受到了污染 何言心静 为什么说心静呢 以心胜过 这一点呢 常常读大圣经典的人 他能够认读 你看经上 佛告诉我们 事实真相 一切法 一切法 从心相生 所谓是 心限 时变 如水清诸 能清 浊水 这个 打个比方 讲到这个水清诸的 功能 水清诸 是一种宝 大家见过没有 没见过 我们也没见过 那么把它呢 就放在这个 池塘里面 本来是 很污足的嘛 结果一放下去呢 这整个池塘 它马上就变得 非常的清澈 所以我们现在 要把自己心 要洗刷干净 有 诸然法 各自有相 唯有不信 自相浑浊 否能浑浊于心 心锁 这个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的感染 你看我们这个 每个人都有 八诗五十一心锁 染浊的法 就是烦恼 这么多的烦恼 所谓是八万四千烦恼 把它一归纳 就是二十六大类 二十六大类呢 有六个根本烦恼 还有二十个呢 随烦恼 而这个随烦恼又分为 大中小三种 大随烦恼有八个 中随烦恼有两个 小随烦恼有十个 就是二十六个 所以这些啊 应该要把它放得下 唯有不信 这是很可惜的 很多众生脑明明可以学佛 可是他不肯学 经典送给他 他也不愿意看 波金机供养他 他也不愿意听 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呢 就是希望能够相信实德能 我们能够相信实德能 忽然自己有那个烦恼 那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因为我们有智慧 能够控制住他 如果控制不住 那这个烦恼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产生作用 所以那些照着恶意的人 都是他的定 不够 会也不足 下面联施大师 再举个比喻 如极会物 自会 会他 我们就举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你看现在不是有肺炎瘟疫吗 对不对 那个带菌的人 医生已经诊断了 他有这个症状 就提醒他 你已经感染了 你不要到处跑了 就待在医院里面 或者待在家里面 帮你治疗 结果这个病人怎么样 不停 跑了 跑出医院 或者离开他的家 他怎么样 他到处走 到购物中心 或者到餐馆 或者到商店 人家也不知道 他有被传染 所以呢 你看他自己 生了病 还把这个病菌 散布出去 这个就是自会 会他 性正翻笔 性实的能 跟染污 恰恰是相反的 故静为相 这个是清静相 今修净土 诸乎心静 性为己物 名义圣宜 我们修净土法门 目的何在呢 就是希望能够生到哪里 生到净土 那么生到净土 哪一桩事情 是集物啊 性 对不对 这里讲到吗 联工说了吗 性为集物 所以释迦牟尼佛 苦口婆心地 给我们讲 无量寿经 讲弥陀经 讲观经 这净土三间 又说了千经万论 说了那么多 他老人家的目的 不就是劝我们大家 要相信这个法门 要学这个法门 要成就这个法门 我们可要知道 在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不学净土法门 讲句老实话 大家听到也不要介意 我们如果不修这个法门 不可能出六道 不要说出十八戒 连六道都出不去 就讲一桩事情吧 谁能够放得下 才设名时税啊 是不是 那这五样东西放不下 那我们不要说出六道 连这个设计天都上不去 大家不要试一下 晚上您可不可以坐到不睡觉 还是要睡嘛 是不是 这就证明这个欲 我们就突破不了 所以念佛法门好 他允许我们呢 但业往生 因此佛讲经 帮助我们大家起信 众生为什么苦啊 就是因为他迷不了解事实真相 所以佛用教学的方式 常常讲 常常说 常常提醒我们 久而久之呢 就把我们这个困惑 疑问都给消除掉 所以我们希望诸位同修 您学会了这部经之后 以后怎么样了 逢人就讲 逢人就说 首先对谁讲 对家人讲 对不对 这是最亲的吗 对您的爸爸妈妈讲 对您的先生太太讲 对您的儿孙讲 再一扩大 那就是外面的亲朋好友 要尽量多劝 所以这里说到 信为己物啊 这是最重要的 应该我们呢 发心去做 华文经上也讲得很好 说这个信 信为道远功德目 掌养一切诸善根 事故 阿弥陀古音身亡 陀罗尼金约 安乐世界 所有佛法不可思议 这是讲到极乐世界 所有的佛法 都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关于这点呢 我们因为常常学习 无量寿经 学习这个科著到这里 大概有一点印象 具体来说 讲堂里面佛讲经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走到讲堂外面呢 还有哪些我们可以听得到佛法的 有哪些语言呢 树对不对 鸟 池水 还有这个草 花 甚至于风 香 都能够帮助我们 放下烦恼 我们说 这个高科技 哪里是达到的尖端呢 西方净土 我们人类的高科技 目前来说 算是不错了 但是如果跟极乐世界相比 如何 人家好像是巨人 我们呢 我们好像在他的脚丫子那里 是不是 没得比 神通现化 种种方便 不可思议 阿弥陀佛 也包括这些 已经往生的菩萨 他们在讲堂里面呢 讲 听 不间断 我们就说菩萨好了 他坐在那里 听佛讲经 他还可以怎么样 他本身没有离开 他就坐在那里 听佛讲经 可是他 能够同时 分身 无量的身 到一切诸佛沙图 帮助啊 跟他有缘的众生 我们相信这些菩萨当中 也有一些 是以前在图文巴住过的 那他们会怎么样 他看到我们在这边学科住 他就很高兴 因为他有天眼通吗 天眼动师吗 所以他就可以回到图文巴 变成一个人 来跟我们呢 做朋友 他就会劝我们大家 继续用功 好好念佛 所以啊 能够清尽善之事 这是很好的一个福分 要珍惜 若有能性如是之事 像本经里面 所讲的这些 一报正报 我们大家 最好是能够相信 纵然我们现在 还没有弃入这个境界 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相信 因为这个境界 是释迦牟尼佛亲口讲的 他老人家 没有一句话 没有一个字 是妄语 都是实际的情形 我们听了之后 看了之后 能够确信不已 您是谁呢 就像下面所讲的一句话 在赞叹我们 当知识人不可思议 这句话可是意味深长 佛所讲的事情不可思议 我们在这边听不可思议 我们在读乌乱受精 不可思议 我们走进佛堂去念佛 怎么样 也不可思议 还有最殊胜的 我们将来一知十知 往生呢 也是怎么样 也是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什么人呢 都是不可思议的人 现在是凡夫 过个几天 过个几年 你就是谁 你就是阿维悦之菩萨 所得业报 下面是偶尔大师所讲的 唯有大智方能地心 这个地心就是说 这个人呢 他一丝毫怀疑都没有 虽然他没有开悟 可是佛讲这个话 他就是能够相信 这个就称之为地心 谁是这样的人呢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有 谁啊 海鲜老子上 他就是这样的人物 真的 他能够不怀疑 就是一天到晚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念了多久 九十二年 所以他那个智慧 可以说 跟佛菩萨 没什么两样 因为佛菩萨相信吗 他呢 他也相信 念了最后怎么样 欲知识知 走了 不生病 欲知识知走的 安乐及一论注 理三心 这个论注啊 就是往生论的注解 里面就提到这个三心 哪三种心呢 一者 纯心 信心 深厚也 这个纯心呢 就是说他这个心里面 一丝毫夹杂的描 无比深厚的信心 第二个 一心 信心 存 一也 这是哪一种人呢 就是他每天 其心中 全部是阿弥陀佛 您无论跟他说什么 他回答的都是什么 阿弥陀佛 要记住啊 所以以后 如果乌生 再跟你讲话 你回答什么 阿弥陀佛 乌生 觉得不会生气的 因为你都答对了嘛 是不是 无论别人问什么问题 我们都回答阿弥陀佛 这是真正的信心 存疑 第三个呢 是相续心 信心 相续 不杂 于念也 这个信心相续啊 说得太好了 古大的讲嘛 修净土法门 我们怎么修呢 不怀疑 不夹杂 还不要间断 真的 我们从今天起 看一切人都是谁啊 全部是阿弥陀佛 有情众生是阿弥陀佛 那无情众生呢 也是阿弥陀佛 他行善皆得 是阿弥陀佛 他造恶多端 是不是阿弥陀佛 他还是阿弥陀佛 我们看他什么 看本 不要看末 看信 不要看相 这就对了 若能相续 则是一心 但能一心 即是存心 据此三心 若不生者 无有是处 所以啊 我们真的具备 这三种心 可不可以去极乐世界呢 肯定去得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啊 把这三种心 逐步的 萌生出来 保持住 到临终的时候 还是这三种心 那我们终然 现在还没去 其实我们已经在极乐世界 住了车 挂了号 还有啊 我们上次讲了嘛 在这个时候 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面 有没有我们一朵莲花呢 有 那个莲花 随着你念佛 这个信心 越来越坚定 它长得怎么样 越来越大 不要跟人家比 明文立养 要比 比什么 看谁放下得多 看谁心越来越清净 这个好 看谁的心越来越平等 比那个世间法的东西 那是造业 所以我们要求自己心 越来越纯真 越来越单移 这个好 因为这样才能够保证 我们可以去得了 经上讲嘛 心净则佛图见 中观诸经论 这个诸经论呢 就是前面所引用的 这个书超 为 信极心静 那个真正相信的人呢 他别的念头就没有了 尤其是现在 天灾人祸 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发生 而且现在这个发生的频率 这么大 因此 我们想要化解这些灾难 还是从我心开始做起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念阿弥陀佛 都能够断恶修缮 那这个世界当下就变成是 安乐世界 就是极乐净土 古音经 为能信如是之适者 不可思议 要解 为信 即大志 安乐即 为 俱此三心 也就是信心 若不生者 无有是出 皆明 尽信 即为可贵 你看 黄连老他举了这么多的经论 注解 告诉我们 这个尽信 清尽信心 何等可贵呀 再举一个例子吧 大师之菩萨 他怎么样传授 他的念佛成佛的方法呢 都设六根 敬念 相近 请问 他那个敬念 是不是这里所讲的一念尽心呢 是吗 这是我 他说话呢 两个字 那这里讲的呢 稍微详细一点 因此 我们要把这个 平常啊 向 六成境界 这个六根 往内收 不要再而攀这个外援 一定要想方设法 把自己这个妄恋呢 逐步减少 最有效的方法 莫过于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 那么在这个时间 我们还要做事情呢 还要跟别人打交道啊 那怎么办呢 普行不再教我们两句话 横顺众生 随其功德 事情照做 但是呢 不能够搁在心里面 不能够留下任何印象 事情做完了 马上就要把阿弥陀佛呢 给提起来 所以啊 时时刻刻 保持住 这个一念 那么具足一念 尽信的人 可以说 没有不得度的 此地呢 也说到了嘛 金金富 冠以一念 这是讲到我们这部经 在这个尽信的前面呢 加了两个字 一念 这就证明呢 这个一念的 重要的地位 当之 此之信心 则在 白齿干头 又近一步 非思量所能及 非思量 无法想象的 就是非思 没办法把它说清楚 就是什么 费量 这就是经常常说嘛 不要去思 不要去意啊 所以这个修清尽心呢 说我们应该要 关注它 下面呢 引用了禅宗大德的 开示 禅宗三主 信心明约 大家呢 大家呢 请把参考资料 下车 翻到八百七十页 参考资料 下车 八百七十页 我们来了解一下 禅宗三主 三主是谁啊 圣灿 圣灿大师 那他前面是谁啊 慧可大师 在前面呢 达摩祖师 大家可不要不知道啊 这个都是我们祖师爷 要了解 好 那 圣灿大师呢 是禅宗第三代主是 这个书上记载啊 他这个生平呢 有些资料啊 不是很奇 或为徐州人 有人说他是徐州人 出以居士生 参业二主会客 这是会客大师 二主士气 收受为徒 祝有信心明 后人视为禅宗要点之一 这个参业 就是我们拜见上级 或者拜见尊长的意思 信心明是 声颤大师 他明星见信之后 所写的一篇文章 写得非常好 他里面就有这样的几句话 信心不二 不二信心 言语道断 非去来今 什么叫不二呢 不二就是一嘛 对不对 如果你还说个二 还说个三 那还是一嘛 那就不是一了 所以这里就讲得蛮明白的 信跟心 是什么关系 信就是信 信呢 信就是信 信是信之体 信是信之相 大家懂了 再讲一遍 信是信之体 本体 信是信的相状 关于这个信呢 佛家很重视 那儒家重不重视 你看这个五常里面 有没有信 人 义 理 智 信 对不对 那是什么意思 底线 如果人连 信都没有 请问他还称得上是人吗 信做不到 那个智就谈不上 可是现在人跟人之间 讲不讲信用 现在国家跟国家之间 守不守信用 说翻脸就翻脸 昨天讲好的事 今天就怎么样 马上就变卦了 俗话有一句是怎么说 翻脸如翻书 大家翻过子书 就翻过去 哪里像古人 一言即出 司马兰锥 现在我们不讲司马兰锥 是个车轮难追 对不对 车子开得更快 所以现在为什么社会这么乱呢 信没有重视它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这么污秽 我们这个人心变得这么复杂 都是有源头的 当然 别人信有没有 我们也做不了主 对不对 我们不能够管它吗 干涉不了吗 可是有一个人一定要把它照顾好 谁呀 我们自己 我对人要有信心 我要对他说话 要有信用 这个飞去来经呢 就是指的 时间 那么信心不二不二信心 言语道断 言语说不出来呀 它不是时间 当然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空间 正于此一位 我们这部经上讲的是一念尽心 那这个跟三主 声颤大师所讲的 信心不二 不二信心呢 是同一个境界 会书里面也说 未为往生正因 的的确是呀 我们这一辈子 能不能够念佛 到达极乐世界 尽心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希望大家呢 多看这部经 多读黄连老的这个集图 多听师父上 所讲的这个课注 在这个教行信正 我们看课注 大家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我们看这个课注 教行信正 称为清净暴徒真因 这个教行信正 是日本密宗的开山祖师 清卵上人 他所写的 那么他往生之后呢 后人就给他一个 嗜号 叫见真大事 见到的见 真理的真 见真大事 他所讲的 跟这个会书的意思呢 是相同的 黄连老呢 在这里还加了一句 并为一念 即一心 这个并为 就是这两种 同时都说到了 一念是什么呢 一念就是一心 那一心呢 就是一念 在《只观五》 第五卷 里面说 一心 具实法界 故知一心者 乃万有之实体 一己 真如也 所以我们讲实法界 实法界跟一心 是什么关系 是一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分开 因为一切法 这包括实法界嘛 从哪里产生呢 从一心里面 献出来的 从我们的一念里面 产生的 所以这个一心呢 是万有的实体 也就是自信 真如 父称为 金刚真心 皆能开人眼目 之不 之不 多罪 以免舍足 这个多罪啊 就是多说 多讲 那 不呢 不多罪 就是说 就不要再 不要再多说了 在经论里面 古达德呢 都有给我们说到这件事 金刚啊 是永远不会变 不会坏 它不生 不灭的 这个金刚真心 能够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目 什么意思 就是帮助我们开悟啊 我们想不想开悟啊 作为同学 想啊 什么时候想开悟啊 现在 马上 这个一念 做到了一念 一心 那你就怎么样 您不就大仇大悟了吗 我们为什么想开悟就开不了呢 是不是 谁不想早点明心见心 那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因为我们现在用的不是一心 或者说 我们现在用的不是一念 我们现在用什么 你也不要说得太笼统忘心 说细一点 这是什么呢 三心 或者说二一 当然三心而已 还是忘年 所以啊 这个 一个真正的好老师 他如果要传法 他明心见心之后 他要把这个法传下去吗 他找那个徒弟 找接班人 比如说 打幕主是找慧可吗 那慧可大师在找这个声唱 他为什么传给底下一个人 这个人就能够传他的法呢 因为那个弟子能够做到一念 或者说他能够做到一心 那这样的人就称之为法器 这可是重点 反过来讲 如果这个弟子 他没有做到一念 或者他没有做到一心 法可不可以传给他呢 众人传给他 他能不能够接受得了呢 那就难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霍灵大师的传记 你就很清楚 智心回向 愿生彼国 这个智心呢 就是观金里面 所讲的智成心 在赛老大师所写的 《观金注解》 《四帖书》里面呢 他也有解释 这个智成 智就是真 成呢 就是实 所以智成合在一起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真实 再加个心 是什么心呢 真实的心 这是什么心呢 这个就是菩提心 智体 所以我们呢 要懂得菩提心 它有体 还有什么呢 还有用 智成心是菩提心的体 那它的智受用是什么呢 就是身心 这是观金里面所讲的 那它的它受用是什么呢 就是回向发愿心 这是解释菩提心 而这个 马明菩萨所写的 《大乘起心论》 他也解释这个菩提心 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 也是一样的意思 他说这个直心呢 直接的直 直心 是我们菩提心的本体 那智受用呢 也是身心 它受用的就是大悲心 什么叫身心呢 那个深浅的身 身心就是清净心平等心 所以我们对待自己 要修清净心 要修平等心 那么对待别人呢 要用大慈大悲 大家看这个佛像 这个对联 大家看到了吗 你看这个右边 写得那么清楚 真诚是什么 真诚又是智诚吗 这是智诚心吗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菩提心的体 后面还讲到 清净平等 这不就是身心吗 还有一个慈悲 那不就是大悲心吗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欲明一切众生 身口一夜 所修解形 必须真实心中做 这里所讲的一句话呢 师父上人讲经的时候 常常提到 是什么 真实心中做 真的 这个人是真学佛 还是假学佛 就看他是用的是什么心 所以我们 可不要以为说 我受到三归一了 那我就是佛门弟子 未必 如果没有做到真实心 那是什么弟子 冒牌的 那是得不到 护法神的护士的 后面讲到 这个佛门里面的状况 不得外现贤善 精进之相 内怀虚假 贪嗔邪畏 奸诈百端 恶性难轻 这里解释 括号里面说 指恶性牢固 视同蛇蝎 虽起三叶 名为杂毒之善 一名虚假之行 不明真实业也 这个真实 就是观金上 所说的致诚性 的的确确 善良大师很慈悲 告诉我们 修行要拿出 真实心的样子 可不能够 装模作样 欺骗别人 这里提醒我们 不能够外现 贤善精进的样子 在外表上来看 他蛮精进的 对人蛮和善的 可是他内在怎么样 不好 内怀虚假 古人有句话怎么说 指 保不住火 对不对 他心不成 这骗不了人 贪嗔邪位 这个贪嗔呢 是说他的念头 有这个烦恼 邪位 是说他的行持 不好 这就说到 深夜 还有他的口夜 不是真的 并且呢 奸诈百端 恶性 难清 这种人 他这个烦恼 习气太重了 这种人 他有心学佛 可是怎么样呢 转不了境界 一遇到外面的 那个恶元的诱惑 他就 还是烦恼 起先行 下面还说到 视同舌蝎 大家有没有看过舌 澳洲 有没有毒舌 澳洲 有很多种毒舌 这个是我们 跟这些众生 一直蛮有缘的 所以如果大家 到郊外去 建议大家身上 带一个什么 带个念佛机 真的 因为澳洲 有真的很多毒舌 好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了 还有什么 蝎 大家看过蝎子吧 蝎子 哪个地方 它是伤害人的 它的尾巴 是不是 它不是翘下来的吗 如果被它遮一下 哎哟 那可要小心了 最好是赶快到医院里面去 紧急处理 这都是带着毒的 这些动物 它为什么身上有毒啊 你看那些毒舌嘛 它会喷那个毒液出来 我们就会 身体受到伤害 还心毒啊 所以这些呢 举例子 都是告诉我们 做人不能够有害人之意 更不可以有害人之行动 虽起三叶 这个三叶就是身口意三叶 虽然他每天呢 也是蛮勇猛精进 在那边诵经念佛拜佛的 可是他的内在啊 总是存着一个 要占便宜 要欺骗别人 那个想法 还有那些做法 所以他所修的这些业啊 就不是真实的敬业 他修的是什么呢 这说出来又是得罪一大票人 修的是假的嘛 是不是 不真嘛 所以导工大师告诉我们 要从真实心中做 不能够欺骗大众 回向者 以自身一切所修之善根 向于众生 又向于佛道也 下云 愿生彼国者 乃回自身之信形 而去向往生也 以及观今三心中之 回向发愿心 这个回向的作用特别好 为什么 我们一般人都是有什么念头呢 这根深蒂固 什么想法 自私 还有呢 自地 对不对 学着佛他还怎么 他还是自私 举个真实例子 这前不久发生的 有个同修啊 他向悟生诉苦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最近家人出现了问题 生病嘛 重病 他认识一个佛友 他就请那个佛友啊 帮他回向给他的这个生病的亲人 结果那个佛友怎么跟他说啊 我不能够回向给你 我如果把功德回向给你 那我功德就折损了 就少了 那我就 我就受到损失 我不要 这个同修 他就很难过嘛 他就问吴生怎么办 他说我亲戚 现在病痒严重 吴生就安抚他 不用担心 他不肯回向给你 我帮你回向 你把姓名告诉我 我帮你回向 再帮你写个牌位 他还听着很高兴 但是 那一个不肯回向的同修 他事事真相搞清楚没有 我们把每天 读经 听经念佛拜佛的功德 还有其他的善行嘛 我们把这些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那我们自己的功德 有没有减少呢 不但没有减少 还怎么样 随着我们这个心量的扩大 那个增加的那个量 不晓得有多少 所以我们要学习 普行普杀一个大心量 你看他那个 行业品大家看过 对不对 他念念是想的什么 净虚空变法 其一切众生 那个量就大了 不得了啊 古人说的好吗 量大就福大 不但福大 还怎么大 智慧也大 所以这里讲到回向 我们讲回向 回向三个方面 念念要回向给一切众生 还有第二个 要希望正法九州 这就是回向菩提 我们希望正法千秋万代 永远不会消失 第三个 要回向自信 就是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明心见心 大色大悟 早点开智慧 这就是回向时机 所以每天念回向剂 蛮好的 帮助我们提起正念 不再为自己而设想 下面说 经约 这是指的 观无量寿佛经 一者 智成心 这是菩提心的体 二者 身心 这是菩提心的自受用 三者 回向发愿心 这是他受用 拒三心者 必生 彼国 所以我们大家能不能够去基督世界 关键就看我们有没有这三种心 我们昨天有没有去基督世界 没有 为什么昨天没有去呢 因为没有这三种心吗 所以这里讲得这么清楚 是不是 所以把这个经浪多看一下 就知道我们的病根 毛病出在哪 那还没有往生 我们条件还不具足 那应该怎么样 不吗 不足吗 不足了 达到这个要求了 那当然就可以 蒙佛接引了 而我们一生到基督世界 可以说 那个境界不可思议 为什么 我们身份当下就变了 现在是凡夫一个 所谓是巨夫凡夫 但是一生到基督世界 个个都是阿维悦之菩萨 不可思议啊 诸位同修 我们前面不是说吗 相信这个法门的人 叫什么人呢 不可思议的人 对不对 刚刚才看到嘛 当年呢 这个 善德大师 他就在诸节里面 跟我们说 他说这个48院里面 有五个大院 是最真实 最无比殊胜的大院 哪五个呢 第一个就是第十二院 定成正绝院 就是保证成佛 第二个呢 是光明无量院 第三个 寿命无量院 第四个 诸佛称探院 第五个 大家都知道 就是第十八院 十念必胜 所以观金 他讲嘛 据三心者 必胜 必果 因此我们大家 一定要具备 这个菩提心 菩提心 经论 都有解释 偶一大师 他老人家 那个说法 就跟佛菩萨讲的 跟祖师 大家讲的 就 有点不一样 但是的意思 还是相同 他老人家 怎么说呢 他那个说法 一般人都听得懂 甚至没有文化人 不认识 自治人 他也听得懂 他说什么 具有真信 真愿 肯老实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的人 他所有的 就是那个 无上菩提心 我们听得懂吧 这个小学生 他也听得懂 所以我们念佛 这个功夫 不要间断 要加强 下面是 会书里面 所解释的 凡就回向 有自力回向 有他力回向 如回自应行 去向来国 是为自力 我们先说这个自力好了 就说 我们在这个世间 真的是一无所求 我们每天只做什么事情 天天积累功德 我们只求 想要去西方净土 请进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自力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砖头佛愿 不用自策力 是名他力 净土法门 也称为他力法门 我们念佛 凭什么能够往生 我们念佛 凭什么可以代言往生 是因为有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的加持 其实我们有时候 念佛也会怎么样 也会懈怠吧 会不会 您一懒散的时候 阿弥陀佛知不知道 知道 那阿弥陀佛有没有加持我们呢 还是也加持我们 他就帮助我们 去掉这个懈怠 所以这个法门 不可思议 有阿弥陀佛在明明当中的帮忙 不但阿弥陀佛帮助我们 还有谁帮助我们 十方诸佛都帮助我们 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堂里面 听这一堂课 这个男性之法 居然我们能够听得懂 您要知道 那也是佛力在加持 我们才能够听得明白 所以我们要非常感恩 祝佛菩萨的护佑 是非凡请回向 故意明不回向 这就讲到 念佛法门也称为 不回向法门 所以有人就问 我需不需要 每天早晚念回向机 他可不可以不用念呢 可以 为什么呢 他每天念什么 他念的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谁呢 不就是极乐世界呀 教主吗 极乐世界是不是阿弥陀佛呢 也是阿弥陀佛 所以您念念是阿弥陀佛 那念念就是西方净土嘛 所以念念呢 是想去那个世界 所以可以念回向机 也可以呢 不必念 不过呢 初学的人呢 最好还是加一个回向机 比较好 提醒嘛 提醒他自己 下面是黄念老解释 不宜自立 专靠他立 如是之回向 非凡请所能之 故称之为不回向 这个圣神的道理啊 一般凡夫啊 不知道 其实我们自己呢 真的只要是 听从佛菩萨的劝告 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阿弥陀佛 他真的是把我们在这边 念佛的实际状况 知道得清清楚楚 他晓得什么时候 我们可以得度 可以去 到时候呢 他自然呢 就会来 发个消息给我们 通知我们一声 所以诸位同修 哪一天您把手机打开 忽然收到个信息 谁发给您的 阿弥陀佛 发给您的 通知您的 哪一天几点钟 你准备好吗 我来接你啊 你可能怀疑一下 怎么阿弥陀佛 发个信息给我呢 如果觉得还是有点疑惑 那请阿弥陀佛 晚上托个梦给您 假如晚上 阿弥陀佛也 来到您的梦中 跟您所说的话 跟 跟那个手机上的信息 一模一样 你可能会吓一大跳 我们等嘛 每天念佛 不就是等这一天嘛 是不是 就希望佛 早点通知我们嘛 在这个 《大品般若经》里面呢 也有这样一个解释 他说 菩萨如是回向 这不度想颠倒 见颠倒 心颠倒 这里啊 说到三个颠倒 好 大家把课注呢 收起来 我们来看参考资料 下册 八百七十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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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找 这个三颠倒 八百七十二 看到没有 看到 好 第一 这个是取自于 中静路 中静路是谁写的 六祖 大师 但是他是 镜中六祖 是有名 岩手大师 写的 他在 中静路里面 给我们解释了 这个三颠倒 第一个呢 就是心颠倒 心 及根层相对 所起 一念 之心 我们有六根吧 眼耳鼻舌生意 那所对的层呢 就是六层 色 身 相 味 触发 我们这个眼镜 一看到外面 这个镜像的时候 不管是人物 还是事 什么的 见到之后呢 会会有分别心 产生 马上就有分别心 有喜欢的 也有什么呢 讨厌的 这就动念头了 所以这个心呢 就是忘心 为心 为群望之源 起祸之时 迷惑的开始 这个是一念 妄想 因迷自信 清静之心 种种分别 起诸 颠倒 世民 心 颠倒 看了有名 严寿大师的解释 这都是在告诉我们大家 从今天起 我们眼睛对待这个色 耳对待这个身 鼻对那个香 蛇对那个胃 还要不要再去分别执着呢 不要 要尽量做到什么 金刚经常讲那句话嘛 反说有像 这些是虚妄啊 不能够再被他拉着跑了 再拉着跑 还在起 贪承磁漫仪 这个叫什么 心颠倒 蛮可怕的 因为有了这个心颠倒 它就会产生什么呢 就会产生后面两个 这是根本的 产生哪两个 一个是见颠倒 还有一个是想颠倒 好 我们来看什么是见颠倒 为掩饰诸见之本 有不了 这个了就是明了 有不了外城之境 阶析虚幻 是以妄生直取 起诸颠倒 是明见颠倒 你看我们这个眼睛 功能好不好 不好 我们用一个很通俗的话来讲 我们这个眼睛 看外面的事情 怎么看的 看周眼 是不是 有时候跟人家讲话 看周眼 那就是说 没看清楚 谁把真相看清楚 我们看这个桌子 有没有看清楚 周围东西 我们把自己的身体 有没有看清楚 没看清楚 谁看清楚了 八地菩萨 是不是 一坛纸 三十二亿百千念 一定要知道 这个六成境界 都是假的 六道是假的 再说到大一点 十报庄图 还是假的 哪里才是绝对真实呢 长级光景图 因为十报图 它还是有影跟现 它相对于十法界来说 是真实的 因为十法界是有生有灭 十报图是有影有现 影就是隐藏的影 一旦这个烦恼的习气没了 十报图还有没有 没了 我们就回归到 妙觉如来的这个境界 就是长级光 所以我们从今天起 要听佛菩萨的话 真的在一些境远当中 要练习六根对六成境界 不执着 不分别 还有呢 不弃心不动恋 这张课 大家能够把这后面的几句话记住 包管您成功啊 好 这三种颠倒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儿 还有一个颠倒呢 我们就留在明天呢 继续来学习 莫学乌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尽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